等于是还有两次上 后面的话可能我们就是把重点放在 就是网路爬虫网路抓资料这部分 那今天的话当然我们先爬虫 先从比较好抓的 比较结构比较没有那么复杂的 也许是从网路上 假设是网路上提供一些开放资料 或者是对方把一些CSV JSON XML相关资料 它是放在网路发言端上面 提供给你一个连结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那个资料抓下来之后 也许最后当然也可以把它放在资料库里面 该怎么做 抓下来放资料库里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上个礼拜我们主要的重点 大概就是把那个资料库部分的重点再回顾一下 里面包含就是说 如何把这个资料库建立之后 然后再把资料放到资料库 并且把它查出来 OK 所以基本上大概一般我们资料库用最多的 不外乎就是把资料放进去 不外乎把资料查出来 但是查询的话 当然Seq Reaver里面还有很多种 就是你可以利用那个下一些 比如说会有的一个叙述 然后给一个条件 拿一个栏位 你要筛选什么样的结果出来 那其实里面还可以做很多必要 甚至你可以把资料查回来之后 做一些像排序的动作 或者是说你还可以做其他的一些 相关查询的语法变化 那这部分的话 你在网路上Seq Reaver里面都有 你可以自己再做一些变化 那另外的话 还有就是说把资料做删除 然后做资料的修改 delete from哪一个table 然后一样 你就是查哪个栏位 你一般的话会给一个key 不然的话 如果你没给个key的话 假如是重复资料 它就会 那个栏位有重复资料 它就会把你那个条件全部都删掉 理论上是查哪一个编号 比如说有个会员 他已经退出了 OK那当然理论上 你要把它删掉 不过理论上一般删除之前 会把这个资料 放在一个历史资料里面 历史的表里面 或者的话呢 我怎么知道这个会员 他曾经加入过 OK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 用这种方式做一个资料的管理 那修改的话呢 一般就update update的话呢 就是说哪一个table update哪一个table 然后呢 你要set修改的是哪一个栏位的什么资料 那后面一样会有哪一个编号 一样按照那个编号 去帮你修改哪个编号对应到的其他栏位的资料 你可以做update的部分 这部分我想最基本的资料库里面 最常用到的 不快呼就是什么 新增查询删除修改 大概这些我想 对于一般性的应用 基本上就绰绰有余了 一般用来用去大概也不拖这四种方法 OK 那大概就把这些熟悉 再来的话呢 你就再少一些其他练习 那我们上个礼拜有利用那个会员资料 也就是说如果把这个会员资料 把它写入到我们的资料库 并且把它读取 做查询 甚至呢 做一些查询 比如说查哪一个 查那个会员的名字好了 也许我不知道他全名叫什么 也许他知道他姓什么 那也许就打上哪个姓字 他自动会把姓什么的人 全部都列出来 有没有 那我上一半有提过 其实你就加一个 slate哪一个 哪些栏位 from哪个table 会有 也许姓名那个栏位 like 记得用like 然后给他一个关键字 那记得关键字 前后要加上那个万用资源百分比 他就会自动帮你把什么 把那个你要的那些关键字 把它抓住 他不一定是姓名 其他栏位也是类似 类似这样的方法 那所以这个资料在云端上也有 所以如果你们要做 假设有些东西忘了 也许你可以把这个云端上的东西 再把它拿出来 基本上我刚刚讲的东西 会是在这个讲义 里面的比较下方 这个资料顾问 有关资料的查询 给印射 刚刚提过的这个是会员资料 然后如果要写入在这一段 查询的话在这里删除 然后再读取出来 另外的话我刚刚有提过 如果你要做什么 查询某个编号 你可以用什么 会有他的A栏 A栏我是用那个编号 然后后面等于 如果是数字的话用等号 那如果你是用文字的关键字查询的话 那要用like 比如说我 逼栏是放那个姓名的话 那我就like 哪一个关键字 记得前后一定要加上百分比符号 这个是固定用法 OK 那当然这规矩还蛮多的 那你只要把这个规则 把它记守 然后呢 试着操作看看 基本上就可以查出你要的东西 包含编号 文字 另外的话呢 根据日期 日期的话呢 因为它是两个日期 也许大部分都是介于哪一个日期 跟哪一个日期 那这边可以用between end between 哪一个日期 end哪一个日期 OK 那这边有相关的那个范例说明 那各位可以事情在练习过 那其他还有像什么学生成绩 也可以把它建一个资料表 把资料写进去 做一些应用 另外我还有提到 有关那个全程邮局资料 它有25个档案 那未来如果你要做什么 那个全程邮局地址的查询系统的话 那第一件事情 当然你就需要把所有的资料 先倒到 丢到那个资料库里面 那你就可以利用我们前面讲过 用slate的语法 你可以做关键字查询 比如说 在哪一条道路上面有没有邮局 如果你输入哪一条道路关键字 一样找那个地址的栏位 一样可以把那个邮局的相关资料给调出来 OK 大概这些部分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要再往前推进 所以今天的话 请各位看一下那个第六 六的话呢 我把它拆成好几个单元 分成06 01 02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开放资料的处理 包含就是像csv json xml相关这种比较重要的档案 那一般的话呢 会放在那个 这个比如网路上面 那我们要如何把它抓下来 并且 直接用python帮我做解析 那当然呢 几个方法 比如说我们以 前上次有讲到这个 假设啦 我是举一个例子 在网路上你打关键字 开放资料的话 我想至少会好几万种 因为现在政府 标榜就是开放政府 因为越透明嘛 越公开的话 相对的 我想应该越没有什么问题 反而是你要折折掩掩的 你要越 好像那个 不让人家知道 反而大家怀疑 这可能有问题 所以尽量把一些可以开放 没有那种牵涉到隐私问题的 尽量就把它放在网路上面 像这个台北市的那个 公有零售市场行情 也就是说呢 他把最近 这台北市所有的那个 这个公有的 就是那个市场 里面的价钱帮你列出来 那如果你要 当然你要知道说 哪些地方卖的菜比较贵 而且你会把每个市场 卖的价钱绝对都不一样 你看卖充好了 贵的跟便宜 可能价差有可能超过 可能有有可能有十倍哦 有的卖30块 有的卖300块 对不对 像你随便 水果也是一样嘛 你在那个附近 我走过开封街 那边有水果店嘛 对你跟在那边买 然后你另外再到 可能比较偏僻的地方买 没有 或者在菜市场买的 一定不一样嘛 OK 像你在那边买的话 怎么可能便宜的到哪里去 那边本来应该都开 开那个什么 呃 之前开中间 卖一响的吧 或者是说 像重庆南路本来是卖出的 现在收掉很多了嘛 所以这种行情每个地方都 那我怎么知道哪个地方买 采购最便宜 所以我需要第一个先把资料抓下来 然后做一些分析嘛 比如说可能买这个在哪边买这个 哪一个到哪里 那拼凑起来我可以买到最便宜的 比如说今天我是家庭主妇啊 我一定要什么 省钱的话 当然要知道一些讯息嘛 那不一定嘛 我只是举个例子啊 任何都一样嘛 比如说你要做任何 就是你个人也要或是公司也要 一定你的成本降低 你才有办法有利润嘛 对不对 就像你要出国旅行一样嘛 但你跟团没话 如果你是自由行的话 你就要去思考说 你要怎么样的一个旅程 费用是最低的 对啊 比如说你哪一天出国 礼拜几最便宜呢 一般大概礼拜 礼拜三礼拜四吧 OK 应该礼拜三礼拜 因为我最近就要 就已经 下个月 就要去 出国玩 OK 最近我在规划很多 打算要去那个 一个叫利山黑布 或叫黑布利山 然后去什么白川乡 然后 反正规划很多地方 就想说 七天的行程 要怎么样 比较完美的 然后尽量 费用也不要太高 哪一天出去最便宜 还有什么 住宿 住哪里最划算 然后位置地点最好 OK 然后你最方便 对 然后还有交通问题 这都要思考 当然你也可以很豪气啊 没关系 都最贵的 可是你最贵的 地下来我看价钱价差可能十万八千里 一样的 所以这些讯息其实都抓得到 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快速的 而且有效的做一个管理 这我想也蛮重要的 不然的话说真的这些东西 真的也很烦人 对 花钱当然是可以很豪气啊 不过有的时候你突然买贵了 你当然会觉得心情还是会受影响 OK 所以这个第一个 公有市场 那这边点击进来的话 我们会跳到那个台北市的那个 开放资料 印象中好像台北市的开放资料 它已经好几千种了 之前好像三千多种 我忘了 现在可能也不止了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把这些资料 把它抓下来 并且呢 放到拍子里面 当然它这个地方 它是把它的 这个一个档案 放在那个我们的 一个一个 它的网路位置 那我们把它抓下来 所以请各位先把那个 上个礼拜的部分 稍微再 稍微了解一下 然后 接下来待会 我们就要去抓这个 并且把它塞到资料库里面 那这个档案的话 基本上它的结构 它大概就里面放一些 包含什么呢 包含日期 种类 就是哪一个 哪一个书下的种类 哪一个市场 品名跟平均单价 一公斤多少钱 OK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先把这个部分先准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针对网路上面的资料 如何可以快速的放到我们的 这个 一般是放资料库了 OK 把它丢到资料库里面 或者它你可以存一个档案 不过我觉得存档好像似乎不太好用 因为你想把它写成一个档案 你将来要做查询 也不方便 你一般还是放在资料库 是最方便的 OK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资料抓下来之后 再帮我放到那个什么资料库里面 那相对的我比较好方便 就是说怎么样 来做查询的动作 查什么 假设我要买青葱 哪一个地方最便宜 那我可以先slater 那个什么 就是种类那个栏位 like 我可以找青葱 青葱的部分就抓到出来 再来它会秀出哪一个市场 然后利用那个什么排序 order by什么的 你可以按照什么 按照那个平均单价这一个栏位 去做反向 应该是低 由低到高 然后你就是order by 平均单价 它就帮你由低的到高的排序 那你就知道哪边买最便宜 那这地方该怎么做 待会我们就要利用那个 这个python帮我们做完这件事情 那第一个我们要先连到那个 我们的 我这边有一个 或者你可以到什么 台北市 它叫资料大平台 名称取得很好 之前不是叫这个名称 最近才改的 它叫资料大平台 那你当然可以进去里面找 这个你可以用搜寻的方法 它这个网址是首页 应该是放在叫什么 data.tipay 那如果你打data.tipay 里面就是data 它的那个所谓的资料大平台 OK 我觉得名称真的蛮 蛮潮流的 OK 那你可以搜寻那个什么台北市 或者你打那个什么 零售市场行情之类的 应该也可以找得到这一个东西 或者是说你可以从另外一个地方 资料格式里面 这边 或者是你可以从哪边 从那个资料目录 目录里面它有所有的资料集 其实我的习惯 你可以按照 它有帮你做分类 按照什么机关 这边有提供的机关 每一个机关提供的种类 它没有排序 132种 社会局有132种 基增处有175种 各处式的排序 这个分类 然后另外的话分类 有资讯的 有交通的等等的 比如说你要找市场 应该这个 OK 或者说你可以按照行政区域 按照更新日期 OK 然后最新的最旧的 另外的话你可以按照什么 按照那个资料格式的分类 可以找到我们要的资料 其中的话呢 我们先从CSV的格式 所以你会发现CSV里面有559种 应该算里面占最多了吧 然后其次的话看起来应该 其次的格式最多好像是CSV吧 其次好像就是XM 再来蛮多提供的是Excel 或者是ODS OK 然后其他Jason也有 不過Jason只有11个 其他还有像VIP Jason 如果你要找这个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它打勾吧 然后按筛选 他会帮你把那个Jason的格式筛出来 这些其实都是可以拿来练习的这个资料来源 那我只是从里面找到一个CSV的格式 这个CSV的格式 这边有个CSV 你可以按筛选 其中的话呢 就叫做公有零售市场行情 那第一个我们找到之后的话 我希望能够怎么样 把这个资料做一个下载到我的那个Python的程式里面 当然第一个我先抓下来 第二个才有办法塞到资料库 我们按部就把先抓下来 塞到资料库里面 OK